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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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探究这款无人机身上更多的细节 我们来到了双尾鞋无人机的研发和制造基地 这间厂房里的每个工位上都停放着已经进入最后测试阶段的无人机产品 在厂房外 试车工位上还不断有装配完成的无人机进行动物系统的试车 这样天天和一架飞机混在一起 真可以算是我的梦想工作 我们的运气不错 赶上了一批双尾鞋无人机完成飞行前的测试 即将进行试飞 而今天他们的试飞科目 也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挑战 现在就在我身后就一架这个双尾鞋无人机 我们的机在这个车辆拖动下正在往跑道上走 它这个速度其实不是特别快 也其实跟我们 比如说我有个小跑 对 我就可以追上它 整个的还是保证我们整个的这个飞行安全 来 我们看看这架双尾鞋无人机 这个虽然仅仅是个飞行试验 我们可以看到它今天的驿架挂载就非常的饱满 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有这个自由落体那种炸弹 然后呢 有这种制导的 精确知道的那种炸弹 然后中间这个重挂架上面 还多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弹药 这是什么呢 所以一会儿我们再介绍这个答案 可能今天它要在这种满挂的情况下 去跟它的伙伴们一起 完成一个特殊的任务 没错 我说了 伙伴 因为今天进行试飞的 并不是一架双尾鞋无人机 而是三架 而它们今天要挑战的飞行任务 是要在空中进行密集的编队飞行 这在国产的长航式无人机当中 也是第一次 到这儿看发现非常有意思 今天来这三架 双尾鞋无人机其实 细一看 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 因为有的发动机是两个发动机 然后有的是三个发动机 然后它们的挂载方式 有的挂载会更多一些 就相当于一个家族当中的 这个三胞胎兄弟 远看可能都长得差不多 但是细看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当然作为一个家族中的三兄弟 他们身上也有着很多的共同点 而这个以两条尾巴为特点的 外形结构设计 是其中最容易看出来的一点 从空中复看 这个结构像极了汉字中 代表二十这个数字的念 所以这个结构 也被称为是念式布局 那么把无人机设计成这样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这个双尾鞋 从结构上看的话呢 它的气动的效果比较好 它就是使得气动力的分布 更加的均匀 你们看我们这个瓶尾比较高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就可以在简易跑道 在起飞的时候 着陆的时候 就避免因为地面上的一些杂物 这个飞起来 大损了 损伤到这个飞机的机体 好像起降条件的问题 对对对 环境适应性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这样一个双尾鞋 就是使得从结构上 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便于搭载很多 我们的天线啊 电子设备啊 等等这些 也就是说这个飞机 除了它具有六个挂点 这个外挂点 可以挂载载荷之外 尾程这中间 也有大量的空间 可以装载这样的一些 客户的一些载荷 所以我就看到 每一个双尾鞋 好像它尾巴上装的一些 什么天线啊东西 都不太一样 是的 特别是天线 您说这个特别正确 这个天线 如果说距离太近 不便于安装的话 那可能会出现 相互之间的干扰 这种干扰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到 你的探车的效果 那么生态发动机的目的 就是说可以比较大的 提升飞机的性能 也就是使得它的 巡航的高度 巡航的时间 以及飞机的最大速度 都得到了提升 现在 三架双尾鞋无人机 已经在起飞点集结就绪 地勤人员正在进行 繁忙的航前检查工作 这样严格的操作归程 让我觉得 这和一架 有人机的起飞 没有多大区别 毕竟 无论是有人 还是无人 飞行 都是一项严谨的任务 接下来三架双尾鞋无人机 在跑道上 半渡机处于怠速运行的状态 翻车 现在正在静静地等待着 等待着指挥方舱里面 这个操作员 拔出这个起飞的指令 停不到了准备起飞的状态 就等着这个起飞架的沙车 送开车 走了 那這種大短靴筆平直翼的 這種飛行器啊 起飛包括降落 這些都非常的優雅 很平穩 然後就感覺速度也是特別快 然後就飄著飄著就起來了 大家還不知道看到我們這架無人機 我們的航拍無人機在後面追 但是我覺得那個起飛速度 還是比我們航拍無人機快太多了 趕緊過去看一下 指揮方艙的情況 升空後三架無人機 就要進行編隊飛行了 因為沒有飛行員在空中 直接感受飛行狀態 所以這樣的編隊飛行 飛行操控的難度會顯著提高 在編密的指揮協通下 三架無人機逐步靠近 我甚至能從一架無人機的攝像機中 看到正在下方飛行的 另外兩架無人機 速度 高度 航向 每個數據都要保持穩定一致 這也是對操作手的嚴峻考驗 還不錯 第一次通常 三架機擺成了一個T型陣 這是斜線 表現其中一架機剛剛脫離編隊 現在正好在我的頭頂上空 這個T型編隊做一個解散的動作 第二個隊形 是一個 基本上是個前三角的隊形 我們一號機 是整個編隊的領機 在之前面 就是一個穩定通常 可能珠海航海上 都沒有這樣精彩地展示 我們在同一個世界當中 但是不同的高度 我們可以看到三架 雙尾線無人機 同時在進行掛彈的這種飛行 您可能會問 這樣多架無人機 空中協同飛行 會有什麼用呢 那麼接下來 兩架雙尾線無人機 會有一個模擬任務演示 給出答案 現在其中一架無人機 已經實現了 對地面一輛 行進中的小型車輛 穩定的跟蹤 這個時候如果需要 無人機就可以對這輛小車 發動空中打擊了 而這一次打擊行動 就要由另一架無人機來完成 剛剛這個型號打擊果然 其實都是在我身後 這些方艙裡面來完成的 其實看下來 最大的一個感受是 第一點 那個光電頭真的是太穩了 這在空中就好像是架了 一個幾百米高的 一個監控攝像頭一樣 四面八方 非常穩的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呢 今天是有一些小的這個 雲層會有些遮擋 但是呢 只要出雲層很快 就可以看清地面的情況 那麼如果你發現了 可疑的目標 或要打擊的目標的話 這個操作員只需要 按上幾個按鈕 很快就可以對這個目標金鎖定 哪怕是一輛小車 在行駛當中 它可以穩穩地鎖住它 然後呢 它就可以把這樣的 這個敵方的信息 交給的另外一架 就是執行打擊任務的 這個溫機上面 那麼這樣的整個打擊過程呢 會顯得非常的 既簡便又高效 當然這一次任務是一次模擬 如果要驗證實彈的打擊能力 我們就需要專用的靶場 我們跟隨試驗隊員們 進駐了位於西北腹地的某試驗基地 他們已經在這裡完成了多次 實彈打擊的測試 這裡廣袤的無人區 足夠雙尾斜無人機打展拳腳了 今天這個現場大家也看到了 地下是濕的 因為今天剛剛下過一場雨 我也是沒有想到這個在西北地區 還有這麼複雜的天氣情況 因為下完雨之後馬上又是一個晴天 我們就抓住這個非常寶貴的一個時間窗口 進行這次實彈打擊的測試 但是這個大家也可以看到 這個跑道相對其實是比較窄的 然後呢跑道上又有積水比較濕滑 其實對無人機自己控制這個起飛 特別是著陸的時候 提出了一個比較高的挑戰 雙尾斜無人機進入起飛位置 彈藥的掛載工作就要在這裡進行 我知道給無人機專門設計的彈藥 都相對比較小巧 但像這樣兩個人就可以搬動 用螺絲螺帽固定 就可以完成裝載的過程 便捷程度超乎了我的想像 小小的導彈讓雙尾斜突然有了殺氣 就如同蝎子尾巴尖端的毒刺一般 現在這個全機航前的這個準備工作 已經基本上完成了 雖然說這個發動機還沒有啟動 但實際上這個雙尾斜已經處於一個 醒來的一個狀態 它現在這個一下掛的 就是一枚貨真駕駛的導彈 這導彈呢 它可以在跟雙尾斜的配合當中 在發現目標之後呢 對目標通過圖像進行鎖定 所以它的這個打擊距離 要比目前採用一般的這種 激光制導的那個導彈 要打得遠得多 但是能不能打準 在這麼遠的距離上 能不能打準 就要看今天他們的表現吧 終於轉起來了 現在呢 我們就要避開這個發水機前方 後方的一些這個危險區域 我們到側邊來 前方的避開 上方的一通 最多的那些 放艙里面工作比较紧张 也比较拥挤 我就不在里面打扰他们了 在整个飞行过程当中呢 我们操作员其实是要实时的 这个监控飞机的状态 因为特别是这次 是一次实弹的打击 大家的这个精神也是高度紧张 我们的无人机是要飞到 比较远的这个把区 中途还有比较长这个飞行时间 可能还会跨越到 不同的这个天气状态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人员是要对它进行 全程的这个严格的监控 来确保这个飞行安全的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 无人机进入靶区 开始搜索目标 这一次我们设置的是 一辆报废车的实体靶标 通过数据链的传输 目标的图像也很快 出现在了指挥员的眼前 一切就绪 可以随时发动进攻了 321发射 parts to that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也在成为无人机和它搭载武器的发展趋势 这里是一座模拟的双尾鞋无人机作战指挥中心 这些操作台和真实的指挥方舱里面 设置几乎完全一样 而我们在正常的无人机操作席位之外 还发现了新的操作员位置 这个席位同样有操作感 同样可以看到空中回船的图像 那操作员在这里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对了 我们在节目开头时曾经提到过 在双尾鞋无人机的机翼下方挂载的这个大家伙 这就是新增的操作席位 要来指挥的新型智能装备 为了和挂载它的大型无人机相区别 可以把它称作寻飞子机 那么这样一个子机体积啊重量都比较大 而且呢可以进行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些选择 那么在空中进行投射 在这个作战区域之外 那么把它投出去 那么让它呢自由地飞向战区 那么同时这个呢飞机和无人机这个机体之间呢 它本身通过这样的一个中继通信 可以实现互通互联 也可以为我的这个母机或者其他的导弹 可以进行呢这样的制导和目标指示 我们过来前面看一下 它这个小杯挺长 这个长度就是3.39米 这个长度 本身重量150公斤 我们知道这个无人机本身就要代替人去 进行一些高威胁的这种战场 去进行一些操作 我们为什么还要给它再装一个像套娃一样的这样一个设计 再放一个子机出去进行任务 这方面呢有几种考虑 一个方面的考虑就是说 首先它就可以大大的降低无人机本身它的危险 特别是在一些高对抗的这个战场环境中 对于一个大型的无人机来讲 毕竟它的体量还是有些大 危险区域之外 我把它放出去 它能够呢完全就是依赖它本身的这种自主导航 这种自主导航的能力的系统 按照地面任务规划 给它指引的这个路径 画电的路径 完成这样的一个侦察任务 同时呢可以自主地返回到 它的这个本身的起降地点 您也许注意到了 虽然无人机在蓬勃发展 型号品类越来越多 但实际上也需要更多的地面人员 特别是训练有素的操作人员 对它进行指挥控制 曾经是有人机试飞员的李中华 在进入到无人机研制领域之后 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培养更多的无人机飞行员 他告诉我们 过去无人机的飞行员 基本上都有驾驶 有人机飞行的经验 而现在更多的时候 需要从没有飞行经验的人员里 去培养无人机的飞行员 而要成为一个 驾驭未来无人机的 合格的操作手 除了理论学习之外 实际操作的机会 显得尤为珍贵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台 为培养无人机操作手 而设计的教学模拟器 今天 我非常幸运地 可以接受是非英雄 为我进行的 无人机飞行一对一特训课 看看同样没有飞行经验的 我是否具备成为一个 无人机操作手的潜质 那现在我怎么能让 这个无人机飞起来呢 刚刚我们把 这个所有的飞行员的检查 已经做完了 那么现在呢 设置就在跑道上了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你就直接可以 按下起飞按钮 松开刹车 那么系统就可以呢 自主地完成飞机的 飞机的起飞过程 我是现在哪个 现在起飞这个人 对 你把它一个 我按下去 基本周边间按下去 对 然后把那个刹车 松开 点松刹 对 松开刹车 然后你看 这个飞机已经开始走 它跟自己动了 然后油门加上去了 现在你能够看到 飞机的油门是一个 自主 自主状态 现在已经起来了 对 宽宝距离很短 几百米 那么现在呢 就是一个自主飞行状态 那么你能够看到 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一个系统的状态 那么你看到那个 左边在显的 就是起楼架在收上 刚才起楼架收完了 那么现在紧翼在收 现在紧翼收起来了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转入了一个 起楼架紧翼收好的 一个正常爬升状态 其实我刚才总共也就 摁了两个按钮是吧 是的 那个起飞 一个起飞 一个收开刹车 接下来这个操作员 还需要做什么吗 这不是什么 现在那个操作员的话 就更多的要看一下 飞机这个飞行过程 是不是完全地按照你 之前给它进行 任务规划的时候 给它设定的这个航路 据点航路 同时呢 你要看 这样的飞行虽然操作简便 但确实让我也没有 操作什么存在感 不过 李老师告诉我 在遇到应急情况的时候 确实会需要操作手 直接操控无人机 正好 现在无人机 已经接近机场了 李老师给了我一个 操控无人机降落的 尝试机会 前面都能看到跑道了 就是黑颜色的这种跑道 是啊 我是不是需要 需要收点油门吗 我感觉这谁在我手里飘呢 要晚一点不要修太大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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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右修 向右修 再向右修一点 突然有它的太大了 你可以助互飞 然后重新来 刚才这种操作 这一身汗 这第一次不了解无人机的操作特性 没有降下去情有可原 我决定再吃一次 现在要拉起来一点点 别太大了 现在就可以了 向右修 向右修 向右修一点 向右修一点 对 稍微慢一点 向右修一点 不 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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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拉起来 就是落在跑道外边了 向右修 如果是真机操作 这个着陆就算没有坠毁 至少也会让双尾蟹 穴掉一条腿 这还真不如把自主权交给无人机 让它自己降落了 主要是因为有风 有风的原因它在修 飞行员这种操控性 一百分 大大的降低了飞行员的操控 是的 是不是 很多情况之下 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 你根本不需要管它 你做的是一个什么工作呢 就是一个监控 当系统都是正常的 天气也是好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其实你就可以在这里 喝喝咖啡啊 看一看它就可以了 你看就刚才跟中华总 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无人机自主的 已经转过头来 对手跑道了 你看看 那个点 就已经开始到了下降点了 你就当那个红点 到那个下降点的时候 它就开始下降了 那我在想它这个 背后这个飞控程序 是跟我们之前一样 就是在快速进行的时候 它会做 其实在做大量的操作 只是我们在通过这个东西 看不出来而已 是的 所以说这个 这个对于飞控系统的设计 对它飞行员操控这样的一些 指令的一个植入 这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这个过程中 就凝聚了很多飞行员的一些智慧 无人机的作战能力 也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 才能在当今的武装冲突中 发挥出独树一致的作用 而面对未来更高强度的作战环境 无人机的发展 依然有很大的空间 它需要人工智能的进步 提高自主能力 它需要丰富的协同方式 形成智能团队 它更需要更多的人才 把智慧 投入到这个前景广阔的领域之中 那么这样的一个无人机 它以我们的人工智能 网络和大数据 这是为基础的 那么这个过程中 离不开我们一些基础技术的 一些提升和研发 同时它可以大大的代替 人力资源 可以提高效率 可以确保安全 也能够把有些不可能 变成可能 我要SqI 就能做出力 法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